近日,中共召开政法会议,习近平并未参加,中共政法委书记郭申坤传达习近平讲话 外界认为,习近平罕见缺席政法会议,形同于郭申坤被打脸,有可能习近平再次对政法系动手,清理江派官员 1月22日,陆媒财新网消息称,当天,中共政法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郭申坤在会上传达习近平讲话 中共央视新闻画面显示,习近平并未出席此次中共政法会议 政法系向来被视为中共的刀把子,对中共来说这么重要的会议,习近平却未出席,实属罕见 现年64岁的郭申坤,曾主政广西长达5年,于2012年12月出任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 去年10月25日成为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于去年10月开始解体孟建柱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被视为名声案将 据多家媒体披露,郭申坤和交派二号人物曾庆红,是江西同乡和原亲,郭申坤妻子的奶奶是曾庆红母亲邓六斤的亲妹妹 郭申坤被认为是曾庆红安插在习近平身边的一枚重要棋子 据称,郭申坤截替孟建柱出任公安部长时,曾庆红在背后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据报道,中共政法委是中共党委派驻监督公检法机构,本是中共在1980年才成立的一个政法单位 到了1988年,这个机构已经不复存在 198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上台后,中共政法委也于1990年被恢复 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在罗干、周永康相继掌控下,中共政法委成为中共的第二个权力中心 去年,时政评论人士华坡在接受希望之声电台的采访时表示,周永康事件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权力和作用削弱不少 政法委书记不入场,也不接触具体案件。政法委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了。郭生坤接政法委书记,远没有公安部长权力大 去年中共十九大开幕首日,习近平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以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 习近平强调,要审化司法改革,树立宪法法律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等等。当时,海外时政观察人士唐靖元指出,过去政法委凌驾于公安、检查和法院之上,把整个司法系统变异为某派系和利益集团手中以权牟利的利润,同时也成为中国司法系统黑恶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习近平上述言论,很多内容几乎就是指着中共政法委系统在开枪。 如今习近平要新增一个依法治国小组,实际上就是再次动用了小组治国这个软性夺权的手段,目的应该就是要夺回原先被政法委把控的司法体系。大纪元时政评论人士陈思敏曾指出,19代落幕不久,已遭多轮清洗的政法系统仍紧接调整高层,说明其中问题还很多,后续不排除仍有大变动。姑且不论政法委会否在郭申坤任上被取消,其目前外强中单的实质无疑是虽存油费的状态。 1月19日,有海外中文媒体消息称,1月13日,宋祖英被中纪委和军方检察机关双重调查,消息并指,多次为宋祖英操盘演唱会的曾庆红包弟曾庆怀,以及被指为宋祖英专用作曲家的徐佩东均被中纪委约谈。不过,该消息目前仍未获中共官方证实。 早在2012年1月,前中共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因贪腐落马时,大陆网络上就开始流传,古俊山在调查期间供出了几乎所有人,特别是供出了江泽民的情妇宋祖英。 当时,网络也曾一度盛传宋祖英因为规遭中纪委、中央军委纪检部门双重调查的消息。 2014年3月,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当局调查后,香港出版的《母老虎宋祖英》一书也披露,2014年5月9日,王岐山受习近平之命到301医院聆讯徐才厚,徐交代了其曾几次挪用军费,赞助宋祖英在悉尼、维也纳和美国华盛顿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军事秘密。 与此同时,新浪微博、网络上也开始流传类似消息。 当时消息指,中共海政文工团团长宋祖英,由于2002年在悉尼,2003年在维也纳,2006年在美国华府举办个人音乐会,违规动用军费和文化部经费,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调查。 台湾东森新闻则已题为,宋祖英挪用军费网络经传遭调查的文章报道了此消息,称消息震动大陆娱乐界。 据公开报道,2002年12月20日晚,宋祖英在澳大利亚悉尼哥剧院开了海外的首次个人独唱音乐会。 2003年11月23日,宋祖英在奥地利维也纳著名的金色大厅又开了一次独唱音乐会。 2006年10月,宋在一次在美国肯尼迪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开了独唱音乐会。 2014年7月份,中共文化部发文关于坚决制止国内艺术团组赴国外镀金的通知称, 近年来,国内一些艺术团组和社会团体以文化交流的名义,自废赴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展场所, 进行镀金性质延展活动现象日益严重。 而第一个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个唱的始作俑者正是宋祖英, 宋因此成为媒体讨伐的焦点,被指带了一个坏头。 有分析认为,有关镀金的通知如同为宋祖英量身定做。 宋祖英曾经在大陆娱乐圈呼风唤雨,接近张扬。 几年来江泽民与宋祖英的淫乱丑闻局势皆知。 中共十八大后,江泽民集团的核心成员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令计划等人纷纷落马, 而曾经被戏称为政治局常委地甲组织部长的宋祖英也被摆至台前, 不断被中共官媒名批暗讽。 宋祖英在大陆演艺圈洪德发死, 曾被官方授予国家一级演员称号,拿国家津贴、少将军衔,享受政军及待遇。 现任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曾被提名为全国政协秘书长。 其实,宋祖英无论是在国内连年占据春晚, 还是几乎跑遍了欧美一流的音乐厅杜金, 二十多年来,其反复上演的不外乎就是小碑楼、辣妹子、 好日子等十几首现代改编的民歌小调或歌颂共产党的红色歌曲。 在江泽民掌权时期, 宋祖英在会集大牌明星的央视春晚中拥有无可匹敌的特权, 唱什么歌,一切由他自己决定, 央视的任何导演、领导以及中宣部等上级部门均不得过问。 为了让宋祖英高兴, 江泽民曾经大量耗费国库钱财。 正如宋祖英在歌颂中共的歌曲好日子中的唱词, 宋几乎心想的事都能成。 江泽民讨宋祖英欢心的最大一个礼物则是国家大剧院。 2001年12月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册的国家大剧院正式开工。 当时的大剧院整个项目供需资金38亿元, 差不多是过去15年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总和的两倍。 美国主导的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多国外长会议周二在温哥华举行, 会议讨论了如何通过更有效的实施对朝鲜制裁来加大对平壤的压力, 促使它进行有关无核化的谈判。 对此, 港媒发表评论文章称, 这是美国带头正对朝鲜酝酿下一盘大棋局。 美国、加拿大共同召开的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1月16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 包括美日韩国在内的20个与会国, 一致同意要对朝鲜施加海洋封锁在内的更多制裁, 破朝鲜藏气核武。 参加此次会议的国家被称作温哥华集团, 包括澳洲、英国、法国、韩国、土耳其、日本等国, 他们大部分属于联合国军, 参加过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 亦为防扩咱安全倡议参与方。 毕勒森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讨论了共同努力来对抗躲避制裁以及走私的重要性。 我们也呼吁采取行动, 加强国际性的海上拦截行动, 来挫败非法的船只之间的货物转移。 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 与会国同意考虑并采取措施, 对朝鲜施加单方面的制裁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设朝决议要求以外的进一步外交行动。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重申域以外交途径解决危机, 但拒绝双暂停的提议, 与朝鲜开战的可能性。 对此,香港东网1月18日发表评论文章称, 虽然每家两国对会议的情况轻描淡写, 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美国带头对朝鲜酝酿一个更大的棋局。 文章分析指出, 今次多国外长会议极有可能是落实川普的三大方案, 其一,推动在联合国安理会之外建立机制, 对违反对朝鲜制裁决议的船舶进行海上拦截, 其二,未可能的对朝军事行动进行动员, 一旦朝鲜停战协定被打破, 美国可能要求昔日的联合国军在联合国名义下进行协调, 增加军事行动的合法性, 其三,在外交上进一步孤立朝鲜, 建立情报交换和相互协调机制, 对朝鲜人员在这些国家境内的各类活动予以监管, 防止他们利用网络,金融渠道规避制裁。 事实上,就在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落幕的同一天, 美国众议院有影响力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利对媒体说, 美国政府正在非常严肃地研究在涉潮问题上的军事选项将会涉及的东西。 他接着还补充说, 美国军方正在进行非常认真的训练, 为可能发生的美朝军事冲突做准备。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 白宫正在讨论对朝鲜发动称之为流鼻血的有限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此前,韩国与朝鲜9日在板门店举行会谈后, 双方发布的联合新闻稿中有这样一句表述, 有关南北关系的一切问题, 都应由我们民族的当事者自己解决。 此话被认为, 恰恰暴露了金正恩此次答应会谈的意图, 就是要在美韩同盟之间切入一个蝎子。 曾担任美国国务院韩国事务的负责人的戴维斯特劳布, 1月9日当天就在美国韩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上说, 绝大部分韩国人,包括专家都认为, 朝鲜提议会谈一个原因, 可能是金正恩在美韩同盟之间切入了一个蝎子,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看法。 斯特劳布说, 金正恩随时都可以找到理由, 指责韩国或是美国破坏会谈, 然后恢复以前的作为。 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则说, 我认为,我们都需要对目前的局势保持清醒。 随着朝鲜继续在核武器 以及这些武器的杀伤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就像他们上次的轻弹试验所表明的那样, 以及他们在洲际弹道导弹体系方面持续的进展, 我们不得不认识到, 这个威胁在不断增加。 他表示, 如果朝鲜不选择接触、讨论和谈判的道路, 那么他们自己将会引发一个选项。 外界解读认为, 利莫森所说的这个选项显然是指 美国对朝鲜的军事行动。 党媒消息指, 中共军队第三名超级大老虎范长龙落马, 并称范是徐财后嫡系, 被房峰徽攻出。 房和张扬也是郭伯雄, 徐财后与党, 被怀疑中共十九大前图谋不轨遭同时拿下。 因此, 范有可能是房和张共同的主子, 也是张自杀要保护的对象。 青岛日报指, 范长龙是徐财后嫡系, 两人既是辽宁同乡也是多年的上下级, 范长龙在中共十八大时破格晋升军委副主席, 就是徐财后引荐。 而被指攻出范长龙的房峰徽, 也被认为是郭伯雄的西北军投马。 徐财后和郭伯雄是江泽民在军中的哼哈二将, 帮江泽民架空虎锦炮多年。 另外, 去年和房峰徽一起落马的前军委委员, 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也被指是徐财后的亲信。 房、张二人落马, 被党媒称为彻底肃清郭伯雄, 徐财后流毒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11月, 张阳被宣布在家中自意身亡, 军报痛批其畏罪自杀, 两面人, 以可耻的方式结束一生, 有暗示其以自杀抗拒审查之意。 当时有分析指, 张阳突然自杀非常蹊跷, 有可能是为保护后台, 也可能是被主子灭口。 如果房峰徽攻出范长龙消息属实, 那么张阳要保护的主子呼之欲出。 房峰徽和张阳落马前都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而范长龙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去年9月初, 多家海外媒体报道了房, 张被免职和落马的消息。 当时外界分析, 两人如果不能晋升军委副主席, 在中共十九大时以借退休年龄, 习近平完全可以顺势让他们退居二写, 但在十九大前一个多月突然拿下二人, 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图谋不轨的举动, 危及十九大安全。 其中, 二人出事的时间点和中印边界对峙存在某种巧合, 因而受到特别关注。 在北京当局不断强调稳定的十九大前夕, 突然爆发边境危机, 显然对习近平的十九大布局不利。 去年8月26日, 李作成以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身份公开露面, 说明房峰辉已被免职。 两天后的8月28日, 中印打成协议, 持续两个月的边境对峙结束。 而去年11月当局公布张扬自杀消息时也透露, 张被正式调查的时间也是8月28日, 即中印对峙结束的当天。 印度媒体当时报道称, 中印对峙是房峰辉被免去参谋长职务后才结束的, 说明它是终结对峙的主要障碍, 也可能应该对制造这次对峙负责。 香港东方日报今年1月11日文章分析, 中印对峙时房峰辉, 张扬还处在薰鸡重卫, 如果中印爆发战争, 不排除二人会几机浑水摸鱼, 或以占谋位, 或故意战败, 在十九大前给习近平制造一场空前的危机。 文章还暗示, 习近平拿下房峰辉和张扬, 仍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 因为中共十八大军委的组成是郭伯雄和徐才后规划的, 那届军委委员中还有其他的郭,徐于独。 如果范长龙如《星岛日报》所言, 是徐才后的嫡系, 那么不排除也与房张的不轨行为有关, 甚至是幕后主谋。 果真如此, 那么当局对方张两人长达数月的调查, 也就是意有所指。 而房峰辉在当局彻底翻脸, 被从家中交付军事检查机关, 才牵出范长龙不少事, 也就顺理成章。 那么,张扬在家中自杀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外界早就预测,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会进一步集权, 面临全面失事危险的江派反习势力, 在十九大前必然不择手段的权力反扑, 力图颠覆习近平阵营, 至少要乱中取地, 获取保留部分权力的筹码。 海外针对王岐山的爆料就是其中一个免刑事例。 另外, 在房、张去年八月底落马之前, 七月份, 另一名被指江派背景的地方大员, 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查。 有分析指, 房、张、 孙杰连落马, 再加上七月底北京一次不许记录的京西会议, 以及习近平唱独爵戏的大阅兵, 可能显示当局刚刚平息了一次未遂政变。 孙政才被认为是江泽民当年安排的中共接班人, 习近平当局在十九大后指其为重大政治隐患, 阴谋篡党夺权, 正说明他在十九大前曾有过不轨阴谋。 而房、张等军队高层同时落马, 不排除与孙政才篡党夺权有关, 甚至是孙的军中内应。 中共官媒近日公布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 房峰辉社攀被调查的消息, 却没有披露其行贿受贿的具体内容。 但海外中文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披露了房峰辉贪腐的一些惊人细节。 据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网16日报道称, 有熟悉中共军队内情的消息人士披露了 正在接受调查的中共军中大佬房峰辉惊人的贪腐细节。 据该消息人士的爆料, 房峰辉在担任北京军区司令期间, 曾经卖出不少军产地皮, 并趁此机会大发横踩, 其中比较突出的事件包括。 其一,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 2012年11月, 北京军区总医院东院292医院突遭暴力强拆, 之后该医院的地皮以47亿人民币的价格出售。 其二,房峰辉还指使下级拆掉远北京军区大院数十栋楼房, 然后赤资近十亿在北京石井山区新建五星级的豪华华北宾馆。 其三,房峰辉赤资6000万新建军区大远南大门和院内道路, 并将新建的门诊部大楼改为京西医院, 然后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京西医院院长, 并将其提拔为少将。 消息人士还披露称, 房峰辉自己的住所是一栋四合院式的豪华住宅, 占地1000平方米以上, 装有房大玻璃, 地下设施甚至还能够烫荷豹。 修建豪宅之初, 其大门原本是朝南开设的, 后来在风水时的指点下, 又封堵了南门,改建东门。 房峰辉被抱在饮食上也非常有讲究, 在广州军区担任参谋长时就很特权, 他吃饭时突然想吃什么, 就让做货买, 做不好货买不到就摔筷子而去。 在担任远北京军区司令时, 房峰辉为了吃到自己喜欢的饭菜, 还曾经专门派二名厨师去广州学习了三个月。 其实, 有关房峰辉的丑闻早从去年九月份就已开始在港媒和海外中文媒体上陆续出现。 8月26日, 外界注意到, 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已悄然换人, 当任军改后新成立的陆军首任司令员仅一年半的礼作成, 低调接过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职务, 被替换的房峰辉则去向沉迷, 外界立即敏感意识到房谋可能已经出事。 9月1日, 日本媒体《产经新闻》率先引述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指, 房峰辉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已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的八一大楼内被双规。 同一天, 香港《明报》引述京城坊间消息爆料称, 当年房峰辉被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 是郭伯雄向胡锦涛大力推荐的结果, 所以房峰辉其实是郭伯雄的头码。 检查和法院之上, 把整个司法系统变异为某派系和利益集团手中以权牟利的利润, 同时也成为中国司法系统黑恶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习近平上述言论, 很多内容几乎就是指着中共政法委系统在开枪。 如今习近平要新增一个依法治国小组, 实际上就是再次动用了小组治国这个软性夺权的手段, 目的应该就是要夺回原先被政法委把控的司法体系。 大纪元时政评论人士陈思敏曾指出, 19大落幕不久, 已遭多轮清洗的政法系统仍紧接调整高层, 说明其中问题还很多, 后续不排除仍有大变动。 姑且不论政法委会否在郭申坤任上被取消, 其目前外墙中单的实质无疑是虽存油费的状态。 1月19日, 由海外中文媒体消息称, 1月13日, 宋祖英被中纪委和军方检察机关双重调查, 消息并指, 多次为宋祖英操盘演唱会的曾庆红包帝曾庆怀, 以及被指为宋祖英专用作曲家的徐佩东均被中纪委约谈。 不过, 该消息目前仍未获中共官方证实。 早在2012年1月, 前中共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于公开报道, 2002年12月20日晚, 宋祖英在澳大利亚悉尼哥剧院开了海外的首次个人独唱音乐会, 2003年11月23日, 宋祖英在奥地利维也纳著名的金色大厅又开了一次独唱音乐会, 2006年10月, 宋再一次在美国肯尼迪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开了独唱音乐会。 2014年7月份, 中共文化部发文关于坚决制止国内艺术团组赴国外镀金的通知称, 近年来, 国内一些艺术团组和社会团体以文化交流的名义, 自废赴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延展场所, 进行镀金性质延展活动现象日益严重。 而第一个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个唱的始作俑者正是宋祖英, 宋因此成为媒体讨伐的焦点, 被指带了一个坏头。 有分析认为, 有关镀金的通知如同为宋祖英量身定做。 宋祖英曾经在大陆娱乐圈呼风唤雨, 接近张扬。 几年来江泽民与宋祖英的淫乱丑闻举世皆知。 中共十八大后, 江泽民集团的核心成员周永康、徐才厚、 郭伯雄、薄熙来、令计划等人纷纷建筑出任公安部长时, 曾庆红在背后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据报道, 中共政法委是中共党委派驻监督公检法机构, 本是中共在1980年才成立的一个政法单位。 到了1988年, 这个机构已经不复存在。 198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上台后, 中共政法委也于1990年被恢复。 1999年, 江泽民迫害法轮空后, 在罗干、周永康相继掌控下, 中共政法委成为中共的第二个权力中心。 去年, 时政评论人士华坡在接受 《希望之声》电台的采访时表示, 周永康事件后, 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权力和作用削弱不少。 政法委书记不入场, 也不接触具体案件。 政法委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了。 郭生坤接政法委书记, 远没有公安部长权力大。 去年中共十九大开幕首日, 习近平在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 以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 习近平强调, 要审化司法改革, 树立宪法法律制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等等。 当时, 海外时政观察人士唐靖元指出, 过去政法委凌驾于公安因贪腐落马时, 大陆网络上就开始流传, 古俊山在调查期间 供出了几乎所有人, 特别是供出了江泽民的情妇宋祖英。 当时, 网络也曾一度盛传宋祖英 因为归遭中纪委, 中央军委纪检部门双重调查的消息。 2014年3月, 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后被当局调查后, 香港出版的《母老虎宋祖英》一书也披露, 2014年5月9日, 王岐山受习近平之命 到301医院聆讯徐才后, 徐交代了其曾几次挪用军费, 赞助宋祖英在悉尼、维也纳和美国华盛顿 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军事秘密。 与此同时, 新浪微博、网络上也开始流传类似消息。 当时消息指, 中共海政文工团团长宋祖英, 由于2002年在悉尼, 2003年在维也纳, 2006年在美国华府举办个人音乐会, 违规动用军费和文化部经费, 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调查。 台湾东森新闻则已题为, 宋祖英挪用军费网络经传遭调查的文章 报道了此消息, 称消息震动大陆娱乐界。 近日, 中共召开政法会议, 习近平并未参加, 中共政法委书记郭申坤传达习近平讲话。 外界认为, 习近平罕见缺席政法会议, 形同于郭申坤被打脸, 有可能习近平再次对政法系动手, 清理江派官员。 1月22日, 陆媒财新网消息称, 当天, 中共政法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政法委书记郭申坤在会上传达习近平讲话。 中共央视新闻画面显示, 习近平并未出席此次中共政法会议。 政法系向来被视为中共的刀把子, 对中共来说这么重要的会议, 习近平却未出席, 实属罕见。 现年64岁的郭申坤, 曾主政广期长达5年, 于2012年12月出任公安部党委书记、 部长, 去年10月25日成为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并于去年10月开始解体梦建柱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 被视为名声案将。 据多家媒体披露, 郭申坤和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 是江西同乡和原亲, 郭申坤妻子的奶奶是曾庆红母亲邓六斤的亲妹妹。 郭申坤被认为是曾庆红安插在习近平身边的一枚重要棋子。 据称, 郭申坤解体梦